主席大家好,我请局长 局长有请 各位好,局长好 我今年,我这个10月31号前不久才到环保署去 参加了爱门滨海度假区促进民间投资开放计划环境影响的这个环品会议 那这个爱门这个计划,事实上我觉得蛮离谱的 就是本来是绿续龟会上来产卵的沙滩 我们的国家把人家破坏掉,说要盖机场 后来机场也没盖起来,把整个沙滩破坏,绿续龟不再来 后来他们在地的李天玉村长呢 这个每天每天去捡石头,然后去做蓝沙网 这种土法炼钢,然后还争取经费,盖了更衣室良亭 那这个最后呢,这个沙滩恢复了 算是一个社区有一个管理跟收益的一个沙滩 那我们的这个封管处竟然要去做BOT案 那我相信这一本BOT案 这个这么厚厚的 这些都是我们有委托,也花了钱 那现在呢,因为这个社会风评真的非常的差 这个我那天环凭会议我也去了 我们这个总面积BOT12公顷,然后巴拉巴拉 写得非常的漂亮 这个开发案有多大的正当性 为什么现在突然撤回了 跟委员报告,您刚刚讲的那个李村长 那个是长期观光局给他经费去做这个 做这个保育的工作 那你就继续就好了啊 对,去做保育的工作 我们迎来的林美步道也是林雾局给社区经费啊 对对对 管理得非常好啊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观光局不会那么离谱啦 所以所以这个这个整个计划的部分是我请那个我们彭管处 不是我现在我跟你讲我现在跟你讨论制度 你们的这种规划案 你们是这个呃观光局 你们不是工业区不是工业局 你们的这种齁 事实上除了土地的利用 因为你们就说我BOT我可以有多好的收入 但是呢事实上当地的社区的结合 以及景观历史人文的结合 所以局长我建议你啊 我们封管处所管的土地 我们的这些案啊 事实上应该做政策还凭 所谓政策还凭是B 包括说你要做总量管制 我之前在这边也请教过你 我们台东花莲你看 这么多就像那个颜长寿总裁讲的 人人抢占花冬第一排 这些都是在我们的风景区的这个土地里面 美丽湾大饭店我说过 送又不来 这种的开发案台东县政府许可了 当然你们说这是地方政府 但在都南湾有八个八个开发案 然后把整个原住民的这个传统的这个自然文化都破坏掉了 所以呢我看到你的报告 你在讲区域观光旗舰计划 东部地区是慢活及自然的台湾 就说我们封管处以及地方政府把这些自然都破坏了 你哪有什么旗舰计划 那跟委员报告 我们观光局这个区域旗舰计划做的建设 跟这个BOT什么这些案子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啦 我们做的还是朝着慢活自然的台湾 我还没有讲完 你们自己讲说要直接跟地方政府合作 加强整备集中资源整备旅游环境 塑造各区域观光景点特色 并辅导本局所辖各国家风景区管理处 配合于所属建设计划编列预算 我的意思就是说事实上我们在地方上执政过 我们非常知道地方政府在观光方面是仰望仰赖我们观光局的补助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当然我上次在咨询的时候 你说有一些案根本就是地方政府决行 他们不用跟我们观光局这个沟通协调 我是觉得我们应该有一个譬如说像我们宜兰也争取过 把东北角风景区管理这个风景区延伸到宜兰 对不对地方政府都知道说延伸了以后 我们观光局的志愿才会进来 所以这些开发案有一些即使是地方政府 他只要我们观光局有意见的话 他一定必须尊重 我说必须尊重 那这种状况之下我是建议就是说 我们来做一个原则性的就是说你在我国家 是国家耶 这不是庆庆菜菜的风景就是国家 风景区管理处所辖的土地里面的各个开发案都要做政策环平 政策环平就是包括总量管制 包括像都兰湾它这里面有山源部落 像我们这个台东你看牵涉了多少部落 这个有这个永安部落 有这个小马部落 有马兰部落 石川部落 加入兰部落 资本部落 这这么多的部落 金伦部落 赤铜部落 我的意思说你做了总量管制 做了这个政策环平之后 原住民的这个文化跟这个 传统领域的尊重才会进来 像你在北部地区 你的那个观光旗舰计划是生活及文化的台湾 老实讲 局长我在台北长大了 北部有什么文化的台湾了 事实上我们原住民文化 你应该把它纳入 东部的观光旗舰计划的重点里面 那个曼火跟自然的台湾 其实就是原住民的文化就在里面 那这个北部写生活跟文化 最主要是像文创啦 就是有一些文创啦 还有像故宫啦 这种就是生活跟文化的台湾 我了解 我知道 但是我的意思说 那个原住民的文化不需要文创 他们是千百年累积跟自然结合 所以是自然的台湾 外国人去巴黎岛看什么 去非洲看什么 我去过非洲啊 去过南非啊 跟委员报告啦 那个 您提到的这个 这个艾门的这个部分 我想我们会整个在做检讨啦 现在我们已经把案机撤回来了 局长艾门只是一个切片 对 我们把它撤回来了 对 我们艾门我们撤回来了 幸亏撤回来了 我们撤回来 而且我觉得 我也要说明啦 多问一下 多请教一下 针对艾门 以后你们还不会送啊 我现在担心的是大选过后 你们又送了一个新来 没有没有 跟委员报告 我觉得像现在来讲 我们绝对 这个以观光局来讲 我们非常清楚知道 台湾未来的观光发展 是要站在一个永续的基础上面 非常好 这个是这个是 那我想 局长 局长你既然说 未来台湾的观光发展 要站在永续的基础上面 我们的这些开发 我现在不求你多 就求已经在我们 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所辖的 这个土地上面 任何的开发案都要做政策 跟委员报告 我没有那个权限 我没有那个权限 因为事实上 国家风景区 国家风景区不像那个国家公园 他有这种监管的这种 这种这种权利 不是 局长你先不要 你先不要说没有这个权利 我的意思就是说 原则上 用 我的意思是说 事实上用一种柔性的 说我既然你 我们编了这个基金嘛 我们也很正式的审了 你这个直接与地方政府合作 加强整备 事实上你就有这样的一个说 我要看你的意愿嘛 你如果愿意做政策还评 我才愿意跟你这个 我想委员这个 这个我觉得 环平就是环保署的部分 我们绝对遵照这个政府相关的法令规定来走 那我们在事实上跟委员报告 我们对地方建设的这个补助款的部分来讲的话 这个过多的建设或者是对这个生态有这个有损坏的 这种的我们大概都不会准他 然后在工程师做的这个过程当中 那美丽湾怎么过的呢 美丽湾 美丽湾大饭店怎么过 它那个是县政府的这个案子 但是他 在你们的那个国家奉取区管理的土地上面 然后爱莫能住 那个也不能讲说是我们的土地 因为管辖的范围嘛 对不对 我们没有我们没有那个管辖的这个权利 好再讲没有管辖的权利这件事情 让部长也请你听一下啊 我们宜兰县政府对人家的这个民间的那个住宅 当然没有权利去管人家盖的房子的样式 但是陈定然当县长的时候 那就立了一个规定 说因为宜兰多余又怕人家这个拿到执照之后呢 又加盖非常的难看 所以要求盖邪屋顶 那你县政府有哪一条法律可以去管人家邪屋顶呢 对不对部长 没有这条法律嘛 跟委员报告 你听我说因为我时间有限啊 结果呢他是怎么样 你那县政府来 你需要我发建造给你 你没有盖邪屋顶呢 我公务员就好生的跟你解释 拜托你盖邪屋顶 你不盖呢 我这个造就是扣在我这边 到后来民众盖了邪屋顶 我造给你的 他当然虽然不高兴 但是亲戚朋友都讨论 他这个新房子漂亮 到后来你不需要这样子软硬兼施 民众都开始盖邪屋顶的房子 我现在要讲的是你公务员 实际上可以多做一些 把你的理念 把你的理念带给地方政府 做一个柔性的管控 就是说对 没有硬性规定 我观光局没有那个权力硬性规定 你要做政策 但是你如果去做了政策 协助我观光局做把关 协助我国家再多一个 这个把关的门槛 说你是这个在总量管制上面 在文化景观历史上面 都是有加分的都没有破坏的 那么我们观光局在拨这个预算给你的时候 跟地方政府合作 你们才不会 你们自己直属的爱门开发案 你们自己都这个送出来了以后 进到环保署 被K到满头包再收回去啊 那我现在说地方政府 你没有直接的权限 但是你就再多加一个这个原则嘛 我想跟委员报告 我们是比方说像东北角来讲 早期的景观建筑也非常凌乱 所以我们是用鼓励的方式 鼓励他们去盖鸿瓦鞋 对地方政府也应该要鼓励吧 对我们是鼓励的方式 对民间 那地方政府因为他有这个建管的这个 他都市计划审议委员会 他可以去做这些过滤的工作 那我们观光局在补助地方政府的时候 我们当然是觉得会遵守这个原则 我的时间已经快到剩下五十四秒 就是说至少你要用像东北角 风景区管理处那样子的态度 用鼓励民众这样子鼓励我们地方政府 在我们风景区 国家风景区里面的土地上面 你要做开放 你要做政策还评嘛 让我知道说你能 你到底像台东 台东这个激起多大民运 它几乎沿着海岸 为什么延长的时候会去写 人人抢占花东第一排 就是说现在已经处于失控状态 那不猜跟我们这个花莲台东 都是我们台湾最后的净土 然后你这个东部你要做自然台湾 已经被糟蹋的差不多了 我现在要你一个柔性的 就是你地方政府 你至少你要做政策还评 你做政策还评 我再给你预算 没有预算他做不了事情 没有政绩 他当然要好好跟你配合啊 我们再来跟地方政府沟通啦 但是这个 我们基本上 我们也经常做一些人员的训练 局长我跟你讲 我们宜南县邪屋顶到后来 连玉寿屋 你知道玉寿屋 你用邪屋顶 我县政府给你一个小小的补助 这个后来建商都配合到我县城当县长 不用给他补助 人人都盖邪屋顶 因为不盖邪屋顶 盖火柴核式的房子会被销 你知道吗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你现在先用你的预算 先用你的这个 比较国家级的理念 去引导地方政府 等到这个成效出来 我们在做这个审查的时候 我们会去仔细看地方政府提出来的这个 这个计划的这个内容 也是要符合这个原则 部长只有一个人 局长只有一个人 你们爱门计划 都公开出囚 公开落盔 公开这样子自己收回去 所以我意思说制度更重要 原则 你给地方政府一个原则 配合的原则 事实上我是觉得 会造成一个良性循环 让我们的钱 补助地方政府的钱 花在刀口上 而不是去补助地方政府 人人抢账 花动第一排 把我们自然东台湾